随着时代发展 有很多崇艺县的年轻人 选择返乡创业 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客家姑娘廖方兰就是其中的一员 2017年 她带着全家人回到家乡 在阳明湖边 经营着一家农庄 她游戏擅长把各类鱼仙 捧出客家风味 端午时节 她特意设计了一道客艳归巢 迎接回乡创业的闺蜜 据说这道菜 不但要用一种 被当地人称为淡水之王的鱼类 烹制过程中 还要用到沙粒来助力 想要探寻客艳归巢的烹饪秘诀 咱们首先就得去趟阳明湖边 阳明湖是崇艺人的母亲湖 湖水清澈 风光移泥 被当地人灌以赣州小梨江之称 端午时节 岸边逐月悠扬 游人无知 湖面逐法相伴 汉服偏鲜 而此时 湖边的养殖水塘里 正在收获 大哥他们会把那个鱼去不赶 这有一道门 对 有个口 然后把鱼赶到这里面来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捞鱼 我现在觉得船内有点拥挤了 相当壮观鱼挨鱼啊 哇 你看 这什么 这条是相当大的一条扁鱼啊 你看 这条是 大花莲 大花莲 有十斤啊差不多 这条好大呀 这个鱼你抱不动 这个可能得将近三十斤 面对种类繁多的狐鱼 蓝姐却都没有挑选 而是捞起了一条 体型小了很多的鱼 这是为何呢 你看看这种鱼 这是草鱼的 这个不是 我看看 看清楚了 也很有活力 碰不得啊这个鱼 凶不凶这个鱼 很凶猛啊 就是很像草鱼 但是比草鱼稍微要瘦一点 然后鱼 大鱼 这个叫军鱼 军鱼 这个鱼呢 你知道吃什么吗 难道吃鱼吗 对 就是吃它的鱼鱼 军鱼 学名光道刺八 肉质仅实有嚼劲 因鱼鱼大且整齐 酷似古代将军的铠甲而得名 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被当地人冠以 半水鱼之王的名号 蓝姐说 想要做好课研归巢 鱼不去鳞 反而要踢骨 这到底是什么神奇做法呢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鱼骨头去掉 从背部两边 我们现在把它从背部开边 就是分成两片把鱼 从军鱼的脊背两侧下刀 将鱼脊骨完全露出 这边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鱼要从这个尾巴这边 连尾巴一起破过去 提出两侧的鱼肉 把中部的鱼骨完全切除 把鱼肉纵向切条 再打上花刀 便于腌制入味 这小隔子切的是比较小块的 是 其实不用担心 它会切破下的鱼皮 因为鱼鳞在底下拖住了 根本就切不断 由于踢除了鱼骨 均于硕大的鱼鳞 承担了连接作用 防止鱼肉碎裂 不过眼前的鱼肉 怎么越看越奇怪了呢 这像小燕子吗 不太像吗 待会它就会变成小燕子 我觉得它有点像鱿鱼 这不是鱿鱼须吗 你瞧 一点都不像一只小燕子 是 这个待会还要 我们就做个给它大便生 明明做的是客燕归巢 兰姐为何把燕子切成了鱿鱼 秘密还得稍后揭晓 这个叫做端午节茶 然后它这个是有清凉去火的效果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 煮成的茶去泡这个鱼 那这里面的煮成都有些什么呢 这是阳梅干 什么都没加 什么都没加 就原味的 原味的阳梅干 阳梅晒成干 这个下枯草 下枯草 清热的 清热的 对对对 都是清热的 还有这个小叶子的 这个是那种鱼心草 端午茶其实并非茶叶 而是端午节前后 气温逐渐升高 客家人用多种食材搭配后 煮出的汤水 具有清热去火的功效 定位更接近广式凉茶 蓝姐表示 主端午茶的灶台可大有讲究 这边灶有两口锅用哪口锅呢 我们这个是标准的客家土灶 然后 有什么讲究吗 有 一个大 一个小 午火 文火 午火 文火其实就是小火嘛 对 小火 午火就是我们炒菜 就是用这个 炒啊 煎啊 炸啊 我们就用这个 这个锅呢 我们就拿来做保温啊 还有一个就是烧水 以前小时候就是洗澡 没垃水气呀 要烧烧火 为了节省燃料 传统的客家土灶 分为文武灶 大的武灶做饭 小的文灶烧水 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率 煮断午茶的同时 蓝姐还要炒一锅沙粒 这又是为何呢 炒沙子要是要不停地翻动 不停地翻 因为你不翻动的话 就收入不均匀 可能下面的热了 上面的还冷的 从河底捞上来的沙粒 外表光滑整洁 储热能力极佳 趁着加热沙粒的间隙 蓝姐要为端午茶加一种料 着实超出了味道调查员的意料 我们要加了一个盐 盐吗 对 茶里面为什么要加盐啊 因为去田间老做会出汗很多 出汗很多呢 那个吃盐嘛 就会补成便解质的 你尝一下 哇 这啥味道 有点奇妙这个味道 主要是这个咸味 你感觉像在喝汤 是不是很跳跃这个味道 非常的跳跃 有酸有咸 还有口清香味 时过阳角纵 棉被远远送 过了端午节 皱皱有教息 夏季农忙时体力消耗大 在端午茶中加盐 就是虫艺人的生活智慧 兰姐终于要揭晓炒沙粒的妙用了 沙子的温度还是很高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有点陌生了 我能看得出来这上面有葱 对不对 对 还有辣椒 来你撕下这个 那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烫皮 用米浆制成的烫皮 咸香酥脆不油腻 是虫艺人记忆里的香愁滋味 而兰姐说 她还要用这锅沙粒 炒制客宴归炒里的一种重要食材 就是这个 这不是干制的猪皮吗 对呀 猪皮的话用沙子炒 待会你会看见 它发生一个好大的变化 客家人崇尚节俭 平时做菜切下来的猪皮晾干 攒在一起 过节时用沙粒一炒 就是一道绝妙的好食材 猪皮出锅 端午茶也已经放凉 将鱼肉浸入其中 腌制20分钟 去除鱼肉的异味 兰姐说 客家人的端午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应季的水果 杨梅 我们客家人 我觉得对杨梅 是情有独钟 端午节我们就有种说法 端午节 端午节 有吗巴巴爹 有吗巴巴爹 是啥意思吗 翻译出来 还是什么 翻译的时候就是 到了端午节 杨梅就成熟了 就是要往下掉了 在重溢客家人的记忆里 杨梅总与端午 牢牢绑定在一起 将杨梅捣碎 取出汁水备用 兰姐就要展示 客宴归巢的最后一种食材了 然后我们还做一个鸟茶 来我们就用到了 我们的米粉 可以吃的潮是吗 对 我也会用什么稻草之类的 来搭 其实不是 我们所有的磁材 都是可以吃的 都可以吃的 对 将泡软的米粉 盘成燕巢的造型 油炸定型 马上切好的炒猪皮 最后撒上少许辣椒面 调味增色 燕巢 大功告成 蓝姐终于要揭晓 燕子的最终秘密了 我们要钢身粉拍上去 就裹一层粉就好了 对 这个粉呢 有说就每一个缝隙 像这种 都要让它裹到粉来 哦 现在是要进行一个手动的造型 对 我们把这个鱼从这边 你看 把旁边刚才比较细一点 虚 对 转到大块的肉底下 是 然后再两块比较大的鱼肉 一交叠 是 这不就是像一个 好像真有那个弦了 对呀 最长的两条鱼肉 翻起后交叉 形成燕身 再把短而细的鱼肉条 铺平展开 在漏勺中油炸五分钟 竟能把均匀硕大的鱼鳞和鱼肉 炸酥炸透 还能保持造型 但蓝姐却并不着急把燕子置入盘中 而是在先前处理好的杨梅汁中 加入水淀粉 熬起了芡汁 这又是为何呢 好 我们把这个酱汁 往上连 对 交到鱼上面去 这样就会比较均匀 因为多余的就会从漏勺的孔里边漏下去 对 然后我们这个酱就均匀地放在这边 那个盘子上就不会有那个酱了 相比装盘后再浇汁 将鱼肉悬在半空淋汁 不但造型美观 还能让鱼肉与芡汁充分接触 调味效果更佳 最后摆上几颗杨梅 一道拦截自创的私房菜 客宴归巢 大功告成 这样的一道客宴归巢就完成了 所以在端午节也对大家说一句 欢迎回家 对不对 宴朝焦香酥脆 鱼肉筋道弹牙 用洋梅汁调过的芡汁 带有浓郁的果香 无论吃到哪一块 都让人充满惊喜 今天有一只燕子飞回来了 是在外面漂泊了很久是吗 对 趁着这次端午节 回到家乡 然后见见我这个姐姐 然后看到家乡这么美 也是激发了我想回家 创业的这个心情 欢迎回家端午安康 这就是崇义县端午的味道 更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 记忆深处的家的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